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件事跟你一点也没有关系 你是代替陆远峰去办的这件事 但是啊 你要知道对方律师特别强势 他希望一定要让你拿出作品集 和字字证明来面谈 没问题 这是我第一个工作 既然我已经接手了 我就会负责到你 谢谢 谢谢 你真是个好员工 这样吧 那我就把那个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地址发给你 他约你明天下午三点面谈 上午没什么事 在家好好准备准备资料 嗯 好 陌生 讲心里话 你在国外工作经验丰富 国内确实没有经验 如果对方律师一直用 具备三年以上国内工作资质 这一点来压你的话 确实我们是违约的 是理亏的 对方如果很嚣张的话 你忍耐一点啊 张主编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量和平解决这件事情的 好好好 我相信你一定搞得定 去吧 去吧 您好 请问您找谁 你好 我是瑰宝杂志社的赵莫生 约了今天下午三点 那您约的是哪位律师呢 嗯 不知道哎 你们没有跟我说 那行 稍等一下 帮您查一下律师的会议时间 嗯 谢谢 嗯 不好意思 赵小姐 律师的会议时间查过了 没有您的名字 没有我的名字 嗯 那可不可以请你再帮我问一下 因为确实今天有人约了我下午三点 到这里来面谈 嗯 这个 哦 对 我有她的电话 啊 这个是律师助理的电话 不是律师的电话 您稍等一下 我帮您问一下 哎 喂 喂 刘助理吗 嗯 现在我这里有一位 瑰宝杂志社的赵莫生小姐 她说约了我们事务所的律师下午三点来面谈 你那边有记录吗 嗯 嗯 嗯 好的 嗯 我知道了 嗯 赵小姐 您约的律师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她交代我让您去旁边的咖啡厅先稍微休息一下 大概三点半左右 会议结束就过去见您 哦 好 那麻烦你了谢谢 不客气 谢谢 谢谢 下班了 大律师 您先走 你还有事吗 我告诉你啊 这做老板啊 要有老板的样子 你不走 总加班 楼下那些小律师都不敢走了 约了人 呦 谁啊 谁这么重要 我已经在 淘点点上定好了位置了 客户呢 客户呢 客户 好 怎么 我先走了 小姐 请问您还需要续杯杯吗 哦 不用了 谢谢 好 我应该一会儿就走了 好 走 赵小姐 很抱歉 我们的代表律师正在赶回来 请再等一等 哦 好 没事 嗯 拜拜 我轻轻放开了手 我轻轻放开了手 以后沉默 安静的似乎 原来如果是眼泪 暂时停留 在我的眼眸 成今后你的难过 都在有我 是否忘记我 再一万次你会过头 会发现还有我 陌生的文具 终是来不及 敢提我的不安交集 这一场游戏 没有人有余 想我绰绰有余 师傅 赵小姐在等着 请问您 请问您 您一问 咱们天的资会怎么办 不用问 你把资料拿回来 让它回去 多余的话会回去 好 知道 这位是赵小姐的 您好 我们带着医师 让我来俩吃料 我来 这是鲜中市 谢谢 谢谢 你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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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到最后一年 最后一遍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滴滴答答 消失的时间 最后这场爱情 难逃豪杰到数幻灭 这鲜鲜的告别 沿海暗闲终结 你帮我取消面前预约 对 直接取消 最近没有取美国的机会 何律师 这么晚了还有工作啊 需要我为您安排点什么吗 有律师下班后有没有回来 有 对 他说这是给您的证明材料 可以下班 好的 你怎么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得那么丑 住哪里出了 你说自己的名字写得那么丑 怎么带出去接 好 成了你资料里面也是二次学习的工程 所以说 赵博生 你能不能用心地提到手机 不是指甘的 反正你可以帮我找你 有你在我可以偷了一辈子吧 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啊 一辈子 你怎么来了 刚下班 顺便上来看看你 还在忙 还有点事情没处理完 什么事情不能明天再处理啊 你现在可是合伙人了 还跟以前那么拼 习惯了 好吧 我知道你是个工作狂 说什么都没有用的 我今天来呢 也是有事相求大律师 赵博生 有事找啊 甚至是有机会 我可以说